失恋的姐妹们别一谋了 学学这位人间清醒吧 做朋友也没关系 中的女三卡吹真的太绝了 节目组一下子请了两个她的前任也就算了 关键是这两个前任都是伤害过她的人 南阿尔轮家成与她大学项链了两年多 而分手四年后的南阿尔 参加这个前任恋宗节目 只为求得她谅解释怀 我会一直有点觉得有点愧疚吧 加道歉的时间 可能应该是那个当下而不是现在 而释怀后的她开始接触新的人新的生活时 一看到卡吹因为各种事情而难受 作为前男友的她都会主动找到她 安慰她 不过她依旧会清醒认知 那是点到为止朋友的关心 而南四王瑞则是她刚分手四个月的前任 因为心里从没放下过女三卡吹 想和她复合才来到节目的 可女三清楚明白两人的分手 是因为男生那时对她长期的冷暴力 所以南四专门选择和她约会 她会果断决定不去 南四要求和她聊聊 她会直接表示 我不想让你有压力 不想让你 不要说话 我不想听了 而南四坐在她房前痛苦道歉 我不是不爱 只是我整个亲爱不要打扰我 她也始终沉默到底 南四最终选择不打扰她 而独自离开节目时 即使她还有情感拉扯情绪波动 但是她依旧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很爱她之前 当她开始伤害我的时候 我是会收回我自己的爱情 所以嘛 可以用心爱人 但不要用力爱人 爱自己才是最幸运的开始 而我们下期有缘再见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